老师刚刚下去看 发现你们现在有很大的问题 是这样子 光放那个角度就不对 那你放角度不对的话 摄影机角度不对 就很抱歉 你就很难 以我现在来讲 我这张图片 跟我的这个网格状 有没有不一样 后视角是不一样 所以你们第一件事情 先调摄影机 各位 我一直强调就是说 你在这里 滑鼠在这边直接拖曳就好了 有没有 在这个上面按下去就拖曳 不是你点了它 然后再来这边移动 不是哦 了解吗 你再点到这边就是移动的 不行了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你看 这里 我先怎么样 按住这里 滑鼠我就在这边转 转转转转转 好 这样我角度接近了 那我的地板 因为刚刚有很多同学 地板这么高 甚至 有的已经到天花板上 你看我 我现在没有在这个上面 这样就卷转到 轮质了 就是在这里 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区块 我在这边 有没有 有的跑到这样 所以说 看不到 那个什么 阴影 那你要把地板往上往下移动 就是用第二个 在滑鼠在这边 往下 往下 往下放 往下放 有没有 放下来 那你再去 用你的左手边 再找找看 我的角度上再差一点点 对不对 记得你是假的 你一定要复合真实的照片的话 你就是用这个 那我们东西太小 往前 往后 是不是可以 对不对 那接下来 还有一个 补充一下 有些同学像我刚刚讲的 已经掉到下面去了 那怎么办 自己拉上来 虽然是一个方式 但是你不兼得知道 它有没有在地面上 所以我们Forexia 3D有一个功能 你找这个选单 有一个叫做 将物件移至地面 有没有 地平面 按下去 它就会自动浮上来 这样子 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你的文字的那个地面是在哪里 那我透过这样子 我觉得 这样有点太高了 就是地面 我想要再放低一点 你可以再调一下 这样有没有了解了 所以 第一件事情 绝对不是先调模型 你先调模型 你的透视角都不对 这样 你只会后面又要重调好几次 所以 一定要先从 左下角这里 滑鼠是在这边 暗处不放 去做脱衣 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 所以这个地方 麻烦各位特别留意一下 我先不要 我先调模型 我先调模型 我先调模型